哈嘍,大家好! 這一次邀請了為台灣的朋友Jack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祖國統一的問題 想得美啊 這種敏感的問題我們當然不會討論的啦 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討論一下 關於拼音統一的問題 大家好,我是Uncle Jack 想拍YouTube,但是一直還不知道要拍什麼 所以今天過來 邊緣千惡的頻道,先蹭蹭熱度 所以未來有機會一見三連 但是目前我覺得應該還不會 那你得失望啊 我的門量也不很高 我們都知道啊 在兩岸三地嘛 港澳台嘛 大陸嘛 都是說中文的 但是我們對漢字的註音 用的卻是不同的系統 這有時候會感覺很尷尬 有時候會覺得很搞笑 打個比方說 我跟你是兄弟 還有馬來西亞還有一個兄弟 可我們爺爺都是同一個 你說我們都姓黃的 我是H-U-A-N-G 然後比如說香港的一個 你是香港 你說W-O-N-G 然後馬來西亞是O-O-I 我們都是兄弟 我跟漁民局說 你搞笑 是吧 完全不一樣 實際上我們都是同一個 但是因為拼音的不一樣 導致的寫法不一樣 那比如說還有像姓陳的 有C-H-E-N 還有C-H-A-N 那更搞笑的 還有T-A-N的 這什麼鬼 T-A-N也姓陳的 這什麼鬼呢 我覺得搞不明白 但是還好啦 大陸跟台灣呢 都是說國語普通話的 對 跟那個香港澳門呢 是講粵語白話的 所以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我們說語言的發音是一樣的 嗯 那麼理論上來說 我們的拼音系統啊 應該是可以通用的 照理來講應該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Performer最後只有台灣人拿來用 對 你們那叫Performer 這一個呢 應該是在上市 由國學大師張太岩先生 借用了日本的假名 來創造了一個註音符號 這個註音符號呢 大陸呢不能說完全棄用 那最後只是在一些字典上 保留下來 就告訴你有這個東西 但是普通老百姓來說 就是看這個玩意 就不懂 但是他知道這是台灣人 還在用的這種註音符號 你們是用羅馬拼音對不對 對我們用羅馬拼音 好 剛才我說了 統一拼音 對 有點困難 如果我說 你們台灣人 應該用我們大陸的拼音 我先跟你說個簡單的 現在我讓你們台灣 統一用我們大陸的 還有拼音系統 你覺得可能嗎 哈哈 你笑什麼 應該是可能 好 我告訴你吧 但是可能會 這不是我們所有的 但是如果我小孩子 將來我會希望他兩套都要學 因為 至少就是可能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看得懂 那我告訴你一個事實吧 已經統一了 怎麼說呢 我們已經統一了 台灣當局早在幾年前 就已經統一使用大陸的漢語拼音方案 尤其說什麼地名啊 人民啊 這翻譯 翻譯給外國人聽 這個地名叫什麼 當然了 有些地名呢 用了很久了 而且特別著名的 他可能就不改了 但是新的以後 比如說你新的 小孩出生 我的護照 就也用大陸的漢語拼音方案 不知道嗎 不知道 那來 看一看 不信是嗎 不信是嗎 OK 我們來給你看一下 資料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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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漢語拼音 就是大陸使用漢語拼音的 好 像這樣 依教育部中文 遺音使用原則 規定我國中文遺音 以漢語拼音為準 進入教育部的中文遺音轉換系統 OK嗎 OK 就是你們用大陸的拼音 因為 各位我們已經被滲透了 而且 而且 這是在 蔡英文政府的時候完成的事情 還不是馬英九 是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只有一點 真的很好用 它很好用 首先 漢語拼音有一點 就是說 它不像以前 之前什麼 之前台灣跟香港 還有東南亞使用那個 威圖馬拼音 我們看了以後就是覺得 很蠢 很蠢 為什麼很蠢 就是蠢一個特定叫脫骨子放屁 有些我不發音的東西 你為什麼在上面加上去 OK 我知道你 對吧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 漢語拼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一個音對一個寫法 它不會有多餘的寫法 所以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 優點是什麼呢 你學習負擔非常的輕 我竟然不知道台灣 你不知道嗎 我要跟蔡政府溝通一下 你不知道 好 現在 我最重要的問題來了 我那麼久 我對於那個港澳台 你們用威圖馬拼音那幫 我最大的疑問 既然 那些拼音是對一個文字的 為什麼你們沒有這種輸入法 那麼簡單 為什麼你不用 你 比如說你姓胡 你打個HU就出現胡 那種選擇 就出來就好了嗎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們先學了BB OK 以中文字來講 不影響 比如說大陸有網馬無筆輸入法 有筆畫輸入法 有拼音輸入法 但是為什麼拼音輸入法 我們最多人用 專業的速記 那些打字眼可能用網馬的 但拼音為什麼能用 因為它好記 不會忘 很好記 因為你把這個小學 要記的 她不會忘 她不可能忘的 太簡單了 她不會忘了 有一個 比如說一個台灣女孩子 我認識一個台灣女孩子 她到那個大陸工作 她那個公司 不可能因為她 裝上台灣的輸入法系統 就跟她說 你就這麼輸 這麼輸就行了 然後她就輸 好簡單 大概一天就學會了 就跟她說 這個對應這個讀音 這個對應這個音 因為她本身太多英文 所以覺得這個拼法 不就這麼拼了嗎 那麼 這麼一個好記好用的 就完全是full proof 傻瓜化的 對 那麼就是那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沒有這種拼音系統 這個拼音這個規則 對大陸學生來說 它的難度可能 比多久乘法表還略低一點 OK 然後反正也不會忘了 為什麼 因為之後你學英文嘛 對 也是也用一套的系統 你比如說 你說我的W開頭的 你英文也是 我也是W開頭的 對不對 你B開頭的 比如說英文也是 Bed Breakfast 對 Bravo 這種也是很正常的 那 姓和開頭的 紅開頭 也是H開頭的 跟英文這種東西一樣的 所以 你 之後你學習的過程中 你再用打字 你都不可能忘了 是 不可能忘了 你可以忘記你外婆的生日 忘記你爺爺的生日 你也不會忘這個 好 你外婆生日你記得嗎 哈哈哈哈 一月 二十幾 不知道明明 你隨便騙個我 隨便騙個算了 哈哈哈哈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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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的 中文名是什麼呢 我叫胡家宏 胡樂胡 那個拼音是怎麼寫 何武胡 喔 英文喔 你說直接音音 對 胡就是 HU嘛 對 然後加是 C H I A 應該是 C H I A 問題來了 對 你這樣寫我是不是應該唸 對 最後一個呢 H O N G 這個跟大陸一樣 OK 呃 對 出現這個問題了 你們加是怎麼拼 J I A 我覺得好像應該要加 對吧 對吧 因為你是J J開頭了嘛 加 就很正常啊 對 好 那麼我退一步 嗯 你叫胡家宏 對 那麼如果我用拼音嘛 你們用拼音嘛 我打H U C I A 不會出 出現 好好好 現在你知道 嗯 我們的拼音 這個系統已經統一了 對 那麼你覺得輸入法 你可以用嘛 因為你會了拼音 你就直接會輸入法 所以在 我們的感官裡面 第一個 你們原來那個拼音方法 學習負擔重 第二個 而且不準 第三個 脫褲子放屁 搞了對沒用的東西 比如說 香港那邊的拼音嘛 他們會在後面加什麼科啊 比如說郭富城 嗯 Aaron Quark 後面那個幹嘛 K幹嘛的 他姓郭嘛 你不發現你加了幹嘛 他語拼音是不會幹這種事情的 神經病啊你 對吧 你幹這幹嘛 累不累啊 我學習負擔那麼重 對吧 我小學習負擔那麼重 加了工作還要打字 你給我加這個東西 寄來寄個這個幹嘛 還要姓陳的 你到底姓哪一個啊 你姓譚嘛 對不對 其實我講真的齁 啵啵啵啵為什麼 我們小時候被啵啵啵啵 背得很痛苦 尤其是你剛才小時候 因為你啵啵啵啵 唸完之後 你除了要讀這兩個音以外 你還要四聲 還要想辦法去標注出來 之後你還要再去對字 所以一般就是控制了 你就掌握了生母 掌握了孕母 你大多數都可以自己唸 只要你讀音 發音沒有問題 對 就可以了 像輸入法也比較智能 也可以你糾正 大概打一個他就給你選了 甚至有些東西 你不知道哪個輸入法為準 他也會給你糾正 比如說說服啊還是說服啊 業體啊 議體啊 了解 好 很好用 很好用 好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你也承認你們的輸入法 我覺得我們的拼音 是很麻煩 然後全世界只有台灣在 全亞洲啦 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傳承文化 但是有沒有必要 什麼文化呀 拿日本人的東西搞出來 沒有吧 應該原本 他們都是從國內出來的吧 我那時候查出來 是 但是張太炎 他是拿了日本的假名 來做出來的 去吧 對 他用了這個 當然啦 雖然拼音你是用羅馬 但是我好簡單啊 用得很簡單 國際通用啊 然後你把地名人民這樣翻譯的話 也非常簡單 所以這是個很好的東西 也非常感謝台灣政府 為祝國的 中華文化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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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了一個 貢獻 你這個標題 可能 但是我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也OK 我說中華文化的統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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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